大家好,我是欣怡 先说明啊,这一集可能会有点闷 因为我比一般的朋友可能锁在家的时间更要长一点 那在马来西亚开始,其实晚日之前呢 我已经自主隔离了两个礼拜 所以呢,我就在家已经锁了一个多月了 然后我在IG story经常有分享说 我关在家都在做什么呢 除了就是,大家知道我很爱煮嘛 就是有拍成影片或者是我的IG story经常也显示给大家看 那也有一些是我上课的分享 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或者是很想知道说 到底我在网上的什么平台上课 我都在用什么样的APP 没有办法一一的在IG上面回复 所以我就决定说拍一支影片跟大家说 不过在开始分享之前 我要非常的感谢在过去的周末 一起来参与了我人生中第一个线上付费分享会的朋友 谢谢你们! 哈喽! 那个感觉可能跟Youtube比较不一样 因为那个对象感不在 就是因为我的分享主题是10 fucking failures的故事 就是我人生中的10个挫折或者是失败的故事 让我成为今天的自己 那我在重温这些故事的过程中 我也有得到了很多的获得 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感受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开始分享我爱用的平台啰! 那首先先介绍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用的 用来管理时间的APP 那这个APP叫做Waycall 或者是Waycall 那首先呢这个APP是免费的 那你可以再 先讲一下 因为我是用苹果 那我不知道Android有没有 所以Android的朋友不好意思 你可能自己可以去找一下 那我很喜欢这个APP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可以把一天的这个时间分得很细 那可能你觉得说 苹果手机里面就是内置的那个 它自己的那个calendar也是可以分得很细啊 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 女生会喜欢一些功能 就比如说 举例哦 这个2月21号2020年的这一天 就我的时间 比如说11点到12点 我就去上这个fly yoga 就是飞瑜伽的课程 然后我觉得 可能我会很喜欢这样子 有一些icon出现的 比如说你打needle 然后就会出现needle study needle meeting 这样子 然后呢会有很可爱的icon出现 这样我就觉得很可爱 然后你打work 就会出现workout like crazy 这样子 然后可以有一个unicorn 在那里 就是这些功能 你都可以有template自己先输入 除了你可以分得很细之外 这个calendar你也可以用有不同的view 比如说有list day agenda week minimum month 还有year这样子 好那第二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APP呢 叫做trello 那trello这个APP呢 它好适合在 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远程工作 如果你跟你的同事之间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交代工作呢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你知道交代工作 比如说我完成了A部分 然后我要text去一个group 说我完成了A部分 那trello呢就是用一个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白板 就大家把工作写在上面 然后完成了一项就 tick一项这样子 现在我用的也是一个免费的version 那当然如果你要付费的话 它的features就更多 基本上APP都是这样操作 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个叫needle team needle的就是我跟我的同事的板子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开一个untitle board 可以有不同的card add card 然后things to do doing done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at least这样子 比如说现在我先加一个things to do好了 tap to add description post youtube done 然后就有一个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set你的due date 那说到第三个我常常挂在上面的APP呢 那这个真的是我在行动管制期间用的特别多的 Masterclass 那Masterclass呢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到底值不值得给这个钱 那如果你现在去这个masterclass.com的话 你会看到他在做的promotion 就是two passes with access to all classes 是180块美金 那我可能问一下大概就是790 马币左右 就是你可以进到去里面上他所有的课程 然后如果没有错的话是一年 那因为他是两张通行证 就是800块马币是两张 所以一张就是400块 基本上你是可以跟你的朋友 share这个配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里面有什么课程 可以看到他有film and tv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那其实他有九组的这个不同的课程 然后每一组的课程都有 不一样的 在那个领域相当有名望的人在讲课 我自己呢就是冲着 Anna Winter 他在这个课里面教的就是creativity and leadership 就是讲他的创意跟他的 领导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其实他有给很多insights 可能你也会很好奇说 一些很大的品牌 比如说 Gucci Prada 他们的创办人 经历了什么故事 那因为Anna在他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已经有30年的经验了 所以他 其实有很多的见解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独到 那除了Anna Winter之外呢 我相信喜欢做饭的朋友 也会很想要看看Golden Ramsey 他有两个课程在里面 还有Thomas Keller 那另外呢 因为我现在在创业的原因 所以我也会听听看一些企业家的分享 比如说Sella Bligley 那他也是一个相当传奇性的人物 用5000块美金起家 到现在已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女性 那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市值是多少了 那如果你问我整个Masterclass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唉这个问题太难打了 因为每个人对于知识付费的这个定义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40块买一本书很贵 有些人觉得100块买一本书也不贵 那所以每个人的那个界定很不一样 你问我的话400块一年 然后一年有300多天 我是很喜欢用碎片式的时间去学习的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界定啦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在上面上课的一个平台 它是一个中国的APP 它叫得到 那我用得到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我自己觉得我是相当的喜欢的 它也是一个付费的平台 那它是一个听书的平台 就是它没有像Masterclass像会有视频的 它是用讲的 所以我很喜欢是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短短的 10多20分钟基本上我就可以听完一本书了 那这个APP有好几种的这个配套 比如说我自己之前用的就是这个听书VIP 听书VIP呢就是你只要付一个费用那你就可以在书架上 听它所有开通的书 它有自己的这个Currency有它的钱币 比如说它的年卡会员就是365得到倍 意思就是365块也是一天一块钱这样子 如果没有记错它的这个一块钱呢是人民币 所以马币就是折合225块左右 那这些书呢都是浓缩版的 比如说这边我们看到你为什么而工作 情绪急救定位细节营销爆款 创销的原理走出恐惧天下没有陌生人看人的艺术等等 那除了听书之外你也可以买一些比较针对性的课程 比如说良宁产品思维30奖 那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的分类 比如说心理学自然科学金融学家庭亲子经济学法律 甚至学管理学自我提升医学与健康等等 然后每一位老师的分享都有多少奖然后多少钱这样 所以里面的老师到底适不适合你呢 其实它有试听的功能 然后它还有可以做笔记的功能 那除了这些学习的平台 我这一个多月呢也挂在另外一个 我看他就来看他脱偶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的创业平台 Needle 那在这里呢也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好了 因为我那天在IG live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也有很多朋友很有兴趣 那Needle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结合了网红 或者是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 跟商家的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那想象一下大家可能最近比较熟悉的Grad food Grad food呢就是有卖食物的人 跟买食物的人 然后Grad food是一个平台嘛 那Needle呢就是意见领袖跟商家中间的那个平台 就是商家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的意见领袖 就是做一些业配 然后意见领袖可以直接在我们这里呢 就找到商家找到工作这样子 现在已经开始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去register成为我们的其中一位意见领袖 那其实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我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很多人都讲说 哎呦我又不是有几百千followers的那种人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也是我知道 比如说我有一些摄影师朋友 他们拍的照片都非常的好看 可是他们的那个追随者 就followers的量 说不定只有一千人 或五千人 或者是一万人 就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其实也真的不少 然后除了有这样子的摄影师 我知道有一些营养师朋友 还是有不同的专业 然后可能他们在追随者的部分 不是一般人眼中 或者是商家要找业配的时候觉得的那种多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内涵 他们的底蕴 是非常值得被商家看见的 所以我做needle的原因 也是希望有一些 呃非常有实力的朋友 被看见 然后有机会因为自己的创意 跟因为自己的技术 而赚上一点钱 因为可能现在网红也好 或者是意见领袖也好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 就是有agency来找 或者是有商家来找的时候 才有机会 那如果是可以主动一点 比如说现在needle有十个商家在用 那我身为一个意见领袖 或者是网红的话 我就可以去看看 诶这个产品我还挺喜欢的 我想要试试看 看我能不能够做这个业配 那我可以去apply 然后另外呢 我觉得可能一些中小型企业 就是老板们 可能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budget 可以去找一些大型的广告agency 去制定一些marketing的计划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到needle 然后用我们平台的一些技术 来找到你可以合作的 这个意见领袖或者是网红 就整个价格在我们平台上 使用这样的service的价格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即使再小的这个sme 就是中小型企业 都可以借助这个网路去宣传自己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needle是同时可以帮到一些中小型企业 也可以帮到一些意见领袖或者是网红 因为我真的无论是因为创业也好 或者是因为做needle也好 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加入 只要你很喜欢在social media上面跟别人交流你的想法 或者是分享你的生活 然后你加入了之后可以有多一个机会被看见 我觉得无口后非啦 反正又没有跟你要钱对不对 我们是没有设定你必须要有多少followers才可以加入 只要你的IG是一个open account 或者是你的脸书上面有一个public page 或者是你有youtube 都欢迎你加入我们 就是在这个网址 然后我会把今天推荐的所有的平台的link都贴在下面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所以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咯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要点赞 然后分享 然后subscribe我 这就是needle要做的事 needle highleedle 呵呵 要做的事